台湾目前正迈向已 开发的国家过程当中 也因此对弱势族群 也特别的照顾 台湾是一个M型化的社会 对M型左边的这一块族群 也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台湾是不是因为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对社会工作的人才需求 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呢 没有错 这几十年来 整个台湾的社会经济 跟正式有蛮大的剧烈的一个变化 所以民众一般普遍来感到 蛮多的一些生存上面压力 或是关系上面压力 也因此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其实是需求量其实越来越大 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一直在讲社会工作 那到底社会工作 它关怀的这些族群 有包含哪一些 OK 社会工作基本上 是一个助人的工作 我们透过一些所谓 专业上面的知识 方法 态度跟技巧 来协助所谓弱势的族群 那所谓弱势族群 其实范围非常广泛 从儿童 青少年 老人 妇女 甚至是身心障碍的朋友 都可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那我们希望借由 这样的一个专业性的投入 让他们的一些的需求 得以被解决 然后那个问题得以被预防 还有他们生命 得以更多的一些发展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M型化的社会越来越严重 刚刚那个李宜欣老师也有提到 我们的M型化社会 现在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大概以今年的政府的调查统计 大概我们贫富差距大概达到六倍 那我们也看到说 很多我们以前的一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超乎我们的想象 像我们最近的话 我们看到说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然后我们的薪资一直没有成长的一个部分 甚至是如果我们用 所谓食之所得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我们所得是一直没有成长 那没有成长 通货膨胀物价的一个影响 我们的所得是变低的 所以像我们在一些研究上面 大家也开始有听到所谓的新贫族的出现 或者是这种所谓穷忙族 所以他有工作 但他还是贫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 对社会工作的一个服务也越来越多 因为这一些家庭个人 他缺乏资源很显然的 需要一个专业者去协助他们 要做社会工作这样子的人 大概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 才有办法来做这份工作呢 是 基本上它是一个助人的专业 所以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 它必须要不怕跟人群接触 它要喜欢人 这是我想这是最基本的特质 那接下来其实我想可以用 整个社会工作里面 有谈到的几个C ABC的C来谈 第一个C是Care 我们其实基本上是要去关怀 跟照顾所谓的弱势的群体的朋友 需要具备比如说爱心 耐心 同理心 而且要对于人的问题 跟人的需求 要有一定程度上面敏感度 那第二个C我们提到的是 改变 改变什么呢 其实要是改变整个社会 因为社会上面 仍旧有许多的一些制度 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公平争议的 所以我们社会工作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使命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维持 跟提升整个社会争议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有热血的人 需要比较激婆的人 社会争议感的人 然后需要看到一些问题 去处理做就对了 像慈激上面的精神一样 在慈激大学这个部分 我们对社会工作的同学的训练 有一些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们提供一些所谓的专业教室 因为刚刚我们主任在介绍的时候讲过说 我们必须跟人群接触 那跟人群接触你就要谈话 所以我们提供专业教室 有录影设备 然后有观察的设备 老师可以在里面看到学生 在谈话上面的表现 或者藉由录影设备可以看到 因为这一门工作 它要服务的是这一些弱势的族群 他们可能要到社区去把课堂所学的东西 实际的运用在社区 或运用在个人上面 那同时我们也非常鼓励同学去参与志工 像校外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家福啊世界展望会 或者花莲的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等等 都有很多的学生去当志工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我们当志工已经好像变成我们系 像刚刚我讲的一种 他们的隐藏课程 它变成是社工系在学习过程的一种 他们都会这样做 因为学长姐例如说 刚刚乃荣他可能在家福当这个志工 那等到他可能到大三大四 他要实习的时候 他比较没有办法 做那么多课外时间去参与志工 他就会去找他的学弟妹们 看大家愿不愿意继续 所以好像那种传承的意味 那大家也很清楚 当志工他可以学到很多 因为你未来是要进入所谓社工 那志工的经验可以让你有很多 在课堂以外的一个学习 那这些学习又跟课堂的知识 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所以在社工系几乎很难找到学生 不去拿志工或没有这个志工经验的 好像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在学术上来讲叫做隐藏课程 我们要跟很多的人一起工作 所以我们对团队合作特别重视 所以老师们不会让学生 就是固定都维持在他熟悉的人一组 来做所谓的团队合作 像我们就可能会把学生随机分组 或者是让他们原来的组别拆散 那让他们能够去面对不同的人 那这个部分的话除了在课堂以外 我们在这个课外活动 也多少会强调这个团队合作 像我们的就是运动会 我们系服是橘色的 然后代表的是橘有力 就是救无赖的意思 因为是橘色 所以我们去剪橘色的丝带 然后绑在头上 有人缠在手上 然后有人把它当做法师 把它的头发盘起来 因为我们就是 缠连了很多届的中景标 就是学长姐每次到运动会的时候 都跟我们说 我们今年一定要再拿到中景标 然后我们就会很努力 展现我们就是系上团队的合作精神 目前我们都在强调 所谓的国际移动力的这一块 那社工系这一个部分 是否有什么样子的机会 或什么样子的训练 不只是只是在台湾 而是能够走向全世界 OK 我们在一些课程上面安排 也是透过学校的帮忙 有一些的预算跟经费 比如说我们四年级有一门课 是国际援助与社会工作这门课 这几年我们有陆续带学生 到了印尼也好 马人西亚 像今年的寒假 我们打算带学生去泰国 去做一些实际上面 在国际援助的一些访查 或是一些看见等等 那平常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国外的学生 会到我们系上来 做一些也许学术上面 或是学生上面的一个交流 社会工作这个部分 慈激大学的毕业生 目前的就业率是怎么样呢 我们毕业的学生来讲 投入社会工作的话 大概有七到八成的学生毕业以后 会投入社会工作的这一个行业 这样比例其实是还蛮高的 对不对 那我们在社会工作这个领域 因为现在非常重视考照 那在社会工作这个领域里面 也有考照的这一回事吗 有的 我们大概就是要通过一个 国家举办的一个专业考试 取得证照 一般来讲这两年的话 大概平均来讲能够通过的门槛 其实很低大概百分之七 那我们其实还蛮不错的 我们大概这两次来讲 一次是百分之九 一次是百分之十 那比全国的通过的平均的 一个比例来讲是相对是高的 有听说就是社工系 这边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传统 听说像是从主任您 在我们的研究所的时候 第一届就开始这么做 想请主任多多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这个良好的传统 背后有哪一些意涵 我们慈禧大学社工系 是从民国87年开始 有先创了研究所 然后89年才开始有大学部 所以那时候已经开始 已经有硕士班的毕业生了 可是当我们发现 第一届的大学部毕业生 他们要离开校园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身为学长姐的 好像要给他们这些 小学弟小学妹一些的祝福 所以一些研究所的学长姐 就炒创了所谓的 第一届的系友会 当初我们就思考 我们要送一些什么样的小礼品 给在校的 应届毕业的学弟妹 一个象征性的祝福 我们想了半天 后来想到 我们也许可以自证 他们一条 每个同学一条小小的礼金 每一届我们都会选择不同的颜色 或是不同的花样 然后我们会在每一届的礼力上面 秀上他们的级别 那之所以会自证礼金 基本上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意涵 第一个其实是 因为社会工作 它并不是一个前多事少的工作 它其实是需要花费 相当的心力的一个住人工作 所以在也许在同学们 踏出了校园 进入了职场 在提供服务上面的时候 可能会感到很疲累 或是感到有时候会有一些委屈 所以这条礼金 我们想就让 一些学弟妹们累的时候 可以擦擦眼泪擦擦汗 这个这是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传达的一个意思 那第二部分 就是如同刚刚提到 其实社会工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去提升整个的社会正义 所以这条礼金还有另外意涵 我们希望它也 类似像抹布一样 当学生踏入校园之后 发现社会上面有一些的不公平 不正义的地方 它有一个抹布精神 看到哪里脏就往哪里擦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 为所谓的弱势群体 来做一些倡导跟辩护 今天非常感恩我们三位来宾到我们的现场 感恩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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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